各位 上次說到蠔拜的親信劉金錶這一天 出資見到明珠入了嘉慶樓 就立刻派人回去頒兵 再說明珠剛剛上樓 隔著窗口就聽見翠姑的房間裡有人說話 仔細聽一下 好像是太醫院供奉胡功山的聲音 翠姑呀 你知不知道 顧華峰 憂悔暗 陳其連地幾個都嫌山林寂寞 入京城遊玩 房裡靜了一陣 聽見翠姑說 一通朝聖降九天 二齊同下搜陽山 你想著下山就算了 何必要拘捕人家 哈 哈 一說這些話 你就包頂頸 我沒有說我要下山 我反而要上山 明珠在外面聽到這句話 就當堂眼睛光了 他不知道這些無頭無尾的說話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覺得十分之重要的 見翠姑和胡某人親近到這樣的地步 他反而有點狹躁 不過又想了 我這樣就算什麼 我雖然幫翠姑置了產業 但沒有整個人買了它 對呀 我可以來 那姓胡當然是可以來的 那時候聽到翠姑在房裡就繼續說 上山 你上山做什麼 聽到女頭胡公山就回答 看來我們那種事辦不成 那就上山做我的道士 你又去做個道姑 好不好 你又上山了 我這麼容易做道姑的嗎 明珠聽到這句話 嘻笑回來 好呀 一個要做道士 一個又不肯做道姑 嘩 真是頭殼尺 胡公山和翠姑 就沒有預防有人偷聽 在裡頭就嚇了一跳 連網開門出來看 見明珠 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 聽了多少東西 但是明珠就毫不介意 哈哈哈哈 真是過癮 又是兒齊下手羊 又是上山做道士 又沒有人逼兩位 何必落荒而逃呢 一路說他一路進了房子 一屁股坐下 打亮著人家兩個 翠姑喝了一杯茶就遞過來 明大爺欺客 這陣子來得那麼疏 胡公山也小笑了 哈哈哈哈 我們兄妹做了道士道姑 灑素亭徐 祝下有朝一日做了高官 那麼去到小貫道 玩一日半日 享受一下清涵都不錯 講完 他們三個人對望一下就小笑 又聊了一會兒 胡公山就起身告辭了 翠姑知道他有心事 不辨明講 也不強留 一送到他出門口 就馬上回到後 笑笑口對明珠說 明大爺 今天這麼錯當 明珠沒有答話 嘍嘍嘍嘍嘍嘍問 你既然和這位胡兄那麼好 為什麼不肯重量呢 他 他 他當然想 知道要兩雙情緣才行 怎麼 你吓醋了 猛人 他是我乾哥 明珠沒有出聲 仔細想想他們先頭說過的對話 又問 那你們先頭說什麼 顧華峰 丘悔暗 陳其練 好像是幾個人的名字 我都聽不明白 最古當堂惡然 過了一會兒 就嘻嘻嘻嘻笑 笑到拿了手掩著他的胸口 你還說整天自己聰明 你都不知道聽到去哪裡 伍華峰有個悔暗 胡太醫小時候的師父陳其練 在那裡收到 他要掛官歸山 就約我一起投奔他師父 講到這句 翠姑已經笑得有些呼不了氣 蛤 你乾哥 做官做得好地地 怎麼忽然間要歸隱 那些是你們男人的事 我怎麼知道 胡計當然是嚴污沙母小那頭 他姓胡 你姓吳 為什麼你們又做了兄妹 欸 這樣 翠姑收起笑容 唉 說起真的整批布那麼長 他對我有癡心 又救過我命 後來 後來我們就結拜做了兄妹 算了算了 別說那些話了 以後有時間我再詳細告訴你 翠姑說完 就回到房裡 再拿了一把搖琴出來 明大爺 近來我得到幾首新詩 你看一下 如果看到哪首好的 我唱給你聽好不好 明珠接過來一看 咦 你 你在哪兒樹可以嗎 翠姑大喜一驚 咦 你在哪兒樹見過 你不相信 讓我背給你聽 六朝燕子年年來 朱雀橋邊花不開 未須籌唱問王謝 流浪一去可曾會 怎知剛剛背到這書 翠姑神色大變 好像被人出力拼了一棒 到退一步 退到椅子就坐下了 你都知道了 還問你做什麼 我知道什麼 如果我知道的 還需要問你嗎 翠姑沒有回答 就一尾追問 這些事你在哪兒樹見到的 明珠初時 只是當開玩笑 看到他突然變得容顏淒厲 目光都變了 估到有重大的隱情 於是就再辦一下事 嘿嘿 什麼事你都不用瞞著我 你知道我是做什麼的 我也有說不知道的事情嗎 唉明珠這麼說 翠姑的面色變得更加厲害了 你…你… 你怎麼樣呢 告訴你 這是我爹作的詩 我一向把你當成好人 什麼都給你了 想不到 想不到原來你是一個狼心狗肺的人 今天我和你搏 爹的戴 說到這件事 翠姑控制不到自己 十聲站在身上 撲在明珠的面前 捏著明珠的頸 你說 你是一個皇帝的侍衛 到底想在我這裡做什麼 本來是一個嬌的妙齡女郎 因為幾句詩 煞時間就變得面目爭靈 嚇傻了明珠 只要他不死 大概永遠就不會忘記這個場景 他戳了身 戳不掉 翠姑那五隻手指 竟然好像鐵鉤一樣 他更加害怕 那就是這個時候 聽見樓底下 吵圈巴閉 男人女人又叫又哭 他兩個都未曾想得及 接著到房門 大開 單眼佬劉金鏢 帶著幾個人 尖笑著 出現在門口 好 樓上樓下腳步 叮噹噹噹響 明珠知道已經出不去 怎麼樣 啊 劉金鏢這時候 蛇你那樣眼射過來 青樓老舉打嫖 哈哈 實在少見 哈哈哈哈 喂 你說話不要那麼髒髒 好不好啊 翠姑又驚又奇 就慢慢鬆開手 他略略顯得有點遲鈍 一驚之餘 揭絲底你的情緒 又得到緩衝 又開始變得理智 我這裏有門有戶 有名有姓 太平世界天子腳下 你想怎樣啊 你是哪個衙門的 這麼無禮的 劉金鏢的說話 簡折硬朗 也不敢輕薄 沒什麼 跟你無關 頒布爾善大人有些事 要請教明珠大人 請他過苦一聚 講完 腦下嘴 有兩個青衣大漢走過來 架起明珠就走了 脆股上爛 被劉金鏢手臂一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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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救了你 不要快點說 我只是以往往說 是王上 皇上 were up 明珠已经被拖向樓下 聽見我 Flow 正如有人這樣問 這時候唯有空中冰涼的月亮沉直照著這座家慶樓 雅蟬角落的鐵馬叮噹叮噹 淒涼地響著 翠姑睡上床 但回來覆他睡不著 自己十幾年來的悲歡離合往事 一齊湧上心頭 各位 原來翠姑的父親叫做吳亭睡 他原來是錢銘崇禎三年的俊士 他應事的時候 主考官就是大學士洪誠囚 洪誠囚為人氣道湧湧 頗受當時一般時子的推崇 吳亭睡得以依附門場 是一件好體面的事 經常引以為榮 洪誠囚對這位高足弟子亦令眼相看 闖王高刑場起事之後 洪誠囚就領兵部尚書 兼督、漁、湖、村、閃的軍武 吳亭睡就跟著做了幕僚 參戰軍機要務 他私生異人在憂患之中 結露了更深厚的友誼 經常在空餘的時間 並被跑馬 洋鞭副師在軍中傳為佳話 後來高刑場被打敗了 李智誠率領殘暴走去雙樂山區 眼見中原的戰士就展平式了 誰知這時 京都又傳來聖旨 命令洪誠囚升夜入圍 於是乎 吳亭訓又跟著老師 和清兵會戰於松山 不久從前方傳來戰敗的消息 洪誠囚失蹤 總兵余國柱中戰陣亡 曹邊搞 黃庭神 憂民養鼻夫之後 英勇不屈 麻賊而死 消息在北京黎民百姓中一傳開了 舉城上下一片驚慌 翠姑的娘親 抱著剛剛一歲大的女兒 急到她瘋了 幾乎逢人問 洪經略是死還是生 她深信 自己丈夫的命運和洪誠囚是連在一起的 洪誠囚死了 丈夫一定不會再生 所以她只要打出洪誠囚的音訊 大概也知道丈夫的下落 但這樣的事 誰說得清楚呢 不久 朝廷又送來徵表斥令和三百兩撫術銀子 說她丈夫已經和洪經略一併死於皇室 這個女人抱著女兒在城東北的荒郊地 焚化了很多城式極好的金箔紙纏 連洪情壽那份就合上兩份 就好像傳統所稱讚的賢淑婦女一樣 痛定之後 她反而覺得寬衛了很多 是因丈夫跟洪經略盡中盡節為國捐軀 死了都值得 崇禎皇帝本來想借洪誠囚的死大造喪事 以此來激勵國路勤王將士的鬥志和中軍愛國之心 故此專門命令高足祭壇 籌見洪誠囚的祠堂在北京城外 並親筆撰寫了祭文 廣為張貼 崇姑的娘親在恩惠之中 又加上感恩 洪經略既然成了神 那麼自己的丈夫也一定會跟她一起受萬民精藤的香火 她甚至有些驕傲 誰人都知道 我丈夫是洪經略的資深好友 於是她就整天抱著女兒笑著說 乖女呀 你爹是為國盡忠 你是她的骨肉 就算多艱難也好 我要把你拉扯成人 有時笑著說著眼淚水就會碰流 但是事實竟然如此殘酷 應該為國捐軀的紅城囚呢 誰知還厚著臉皮活在人間 朝廷雖然未明照告示天下 但是眼見用黃土捉起的祭壇被拆了 砌好的祠堂地基也被挖爛了 到處張貼了的皇上寫的那篇祭文呢 在一夜之間消失得乾乾淨淨 對這些事情 就算是木瓜做的頭腦也想出是怎麼回事 這是一個風雪之夜 吳亭奮突然回來了 他整身雪花 臉骯髒骯髒 胡蘇整個炸炸 幾乎認不出他本來的樣子 隨顧他媽媽嚇得竟然將懷中的女兒失手掉落地 吳亭奮苦笑著 看看堂上誰為他設的靈牌 沒來心機地坐在那裡 唔聲不出 翠姑娘呆呆地看著他 突然爆發了一陣撕裂人心的哭叫 哎呀 朝廷徵表了你 你為什麼活絕回來呀 你說話啦 吳亭奮沒有答話 默默獨獨地任由夫人哭鬧 他可怕的沉默和真正好法令到妻子停止了哭泣 反而有點驚惡不知所措 吳亭奮就很平靜地對他說 你不用這樣的 洪經略不死 我怎麼會死呢 一個人不可以受人終生欺騙 我怎麼都要對得住他才行 那大明的天下肯定是不穩陣的 吳亭奮很清楚看到你一點 李志成 從雙樂起兵攻陷了洛陽開封 好在他呢 還不是很窮 靠著一些積蓄 還可以過著富裕的生活 他白天憂游於石頭城 清涼山 晚頭刻就教自己的女兒讀書念詩 不結交朋友 也不拜訪顧舊 那五首詩呢 就寫在寧谷子的爛牆上 不知道被哪個好事的文人 抄了去就提起北京的豐氏院裡頭 那麼多年之後 明主和翠姑就怎麼知道其中的曲折呢 有一晚 吳亭奮 振振手地將一把納納的紙刀 交給翠姑 他含著眼淚說 乖女呀 爹十一年前 蒙獸奇恥大辱 是可殺不可辱 此仇不可以不報 明天仇人來南京 我要見他 爹沒有別的東西給你 就給你做個紀念吧 翠姑的娘 早就已經喊到氣斷聲沙 他說 熊成囚現在是韃子的人 氣焰比以前更惡 現在天下大定了 那你不想幫韃子你出力 我就跟著你隱居山林了 這樣也算得住前名的皇帝了 你又何必 已經不停婚淡言一笑了 該說的我都說完了 你以前就望我死 你面上光彩 現在你又望我山 要過太平日子 你真是想甘借兩頭甜嗎 唉 熊成囚明天就要大宴奔下 祭奠南京陣亡的清兵將士 到時我一定要去湊這個熱鬧 揭穿他的腦底 咦 吳庭訓講完呢 執企理下的衣襟 頭都不回就走了 原來翠姑的父親 原來翠姑的父親 就是先頭康熙 說的那句故事給蘇馬拉姑聽聽的那個吳門生理 現在說回翠姑在嘉慶樓上 他整晚哩哩亂想起這些旺事 他看著這幫壓子都 想去失散十五年的弟弟和母親 想去黑店被殘殺的情形 眼火都飆了 但他又想到明珠 心裏一握著 即時就起了身 換了一套男子的裝束 就走出了嘉慶樓 去獅子胡同找義兄胡公山 他要叫胡公山親自出馬去救明珠 明珠是被歐伯的人抓走了 這麼容易救得到嗎 胡公山又會怎麼做呢 要知後事如何請定下回分解 分解